各位Digimobil的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每次汽車教室這個時間 那今天我們汽車教室的單元會是說 要不要熱車這個問題 為什麼勒 因為有網友是在我們Digimobil的粉絲頁留言 問說他跟他的朋友在爭論說 現代的車到底要不要暖車 有一派說法是說不用 有一派是說一發動就可以出發 那當然會跑來我這邊問 想必你們都有各自的論點 那以我來講 因為我從18歲就開始開車 那其實是很多年前的事 那我那時候開的車是化油氣的 那後來我換了車以後 是換所謂的電子噴射 那一般來講 以前要暖車是因為化油氣的車 他在冷車的時候 因為他空氣跟油的混合沒那麼好 所以油的分子很大 所以會不順 那一旦改成電子噴射車之後呢 其實他噴的油力比較小 所以霧化效果比較好 所以有一派說法是說 電子噴射車你就不用暖車了 可是我後來陸陸續續接觸蠻多 包括改裝店家 或者是一些原廠的技術人員 他們的最新的說法是說 還是要暖車 可是呢 不是在原地暖車 你應該在發動以後 因為你發動以後 它通常會在1100多轉 然後等到暖車 它會慢慢降回正常 也許是700轉或800轉的轉速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就應該入檔 就可以上路了 用邊開邊暖的方式 因為你在原地暖車的時候 其實只有引擎那邊在工作 可是變速箱其實還是冷的 所以你如果是發動 就過一下上路 這樣的話 你可以是讓你的引擎 還有變速箱裡面的油 慢慢到達工作溫度 因為其實到達工作溫度 你開得出來 你會覺得車子比較順暢 那這個就是達到工作溫度的好處 好了 那這一期汽車教室 就是為你解答所謂 到底要不要暖車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還有別的問題呢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 DigiMobi的Facebook粉絲團留言 那要留言給我 或留言給Andy都OK 那我們如果時間允許 我們線上會幫你回答 或者是直接拍一個比較細的影片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那我們汽車教室就到這裡囉 掰掰